第1180集 齐天正文言眉头一簇 麒麟一族确实储存了不少精血 但是这些真灵血一般是不允许擅自使用的 为了就已经成为废人 还失去了全部真灵血脉的齐修 麒麟族的长老们肯定不会同意 做不到 齐天正沉默片刻眼眸闪过一丝杀意 但是很快消失 好 我答应你了 下一刻他突然发出一声痛苦的嘶吼 背后献出一道麒麟虚影 周身血光大放 血光之中一团精血从他的体内分离而出 齐天正竟然为了救齐修 将灵血从自己的体内分离出来 齐天正的气息一下子衰败下去 他目光愤怒的对着夜尘道 如此应该可以让你满意了吧 齐天正心中已经起了杀意 等救下齐修之后夜尘会死 夜尘收下灵血 眼神默然 奋力举起血魔剑 这是我应得的 而他还是要死 一剑斩下 齐修的身躯当场化为一道血雾 整个世界寂静了 谁也没想到 夜尘会当着齐天正的面杀人 如此决然 他难道不怕得罪麒麟族吗 齐天正心中更是愤怒万分 刚想出手 白袍老者挡在了他的身前 事情到此为止吧 齐天正心有不甘 只能恶狠狠地盯着夜尘 这注定是齐麟族的羞辱 我树敌太多 不差你们齐麟族一个 说完这句 夜尘便向着池云慧身边走去 而当他经过人群时 那些曾经嘲讽过夜尘的试炼者们 此时都下意识地低下了头 不敢与夜尘对视 甚至身体还微微有些颤抖 纷纷为夜尘让开道路 夜尘所过之处 人群如潮水一般分开 如今这一族百族之中 已经没有人觉得夜尘会是一个废物 一个没有实力的存在了 悬崖之上 齐修一死 灵运再也忍不住了 一口鲜血吐出 他身躯颤抖 他无尽愤怒 如果说之前夜尘的举动 只不过是打他脸的话 这一次两人正面交锋 自己竟然输得彻底 夜尘 灵运咬牙切齿 他愤怒地要折磨死夜尘 但是现在的他伤势严重 根本没有资格 一旁的夏若雪犹豫数秒 还是开口道 师父 你答应过我 如果夜尘赢了 让我和他见一面 现在 夏若雪还没说完 灵运便打断道 休想 为师今日就违背一次诺言 你别想见到他 如果不是那块玉佩 你觉得夜尘会赢 现在百兽徒都没了 你的机缘如何承担 天下 我要生龙大笔才能帮你 这段时间不准出门 给我老老实实准备生龙大笔 说完 灵运来到悬崖之上 狠狠地盯着夜尘 冷声道 哼 夜尘 一年之约那天 我会让你明白 何为至高 我会让你堕入轮回 还有 一住乡之内 灵先帝宫阵法将关闭 所有人都给我滚 不滚者 死 此话一出 众人一片哗然 很显然 灵运这一次彻底 动怒了 夜尘刚想说什么 发现灵运已经消失了 并且一股极致的毁灭阵法启动 如果再不离开这里 必然死路一条 很快 夜尘随着迟云会返回了血虎族 这次灵血试炼 可谓收获颇风 不仅顺利得到了极为浓郁的白虎灵血 而且还意外收获了麒麟灵血 麒麟也是真灵之中颇为强大的存在了 得到了这么多的麒麟灵血 和白虎灵血 这次回到玄岳宗闭关之后 可能可以将神魔轮回绝 以及实力提升一大截 只可惜血龙虚影到底去了哪里 夜尘不知 那一日 血龙虚影吞噬了如此强大的一击 一击质保百兽徒 恐怕炼化要许久 夜尘唯一能做的便是等血龙回来 而且他肯定 血龙一旦回来 那便是许多人的噩梦 甚至成为自己最强的底牌 在血虎族疗伤一天之后 夜尘便准备辞别池云慧 返回玄岳宗了 可正当他准备去见池云慧时 池云慧却主动找到了夜尘 而且在他身边 还跟着之前见过的 那名白袍老者 池云慧对夜尘笑道 这是我们百族联盟的会长 之前你也见过了 他昨天就已经来到血虎族了 想等你疗伤结束之后 见你一面 说完便自行离开 房中只留下了夜尘和白袍老者 夜尘点头道 见过前辈 他对此人没有太多恶意 毕竟如果没有这个老者 齐天正完全可能在自己最虚弱的时候 抹杀自己 白袍老者笑道 我叫白丽寒 你的伤竟然这么快就好了 果然天赋逆天啊 夜尘道 白钱被过奖了 只是些小伤而已 白丽寒道 好了 我来找你 我来找你 主要是想问你两件事 第一件事 你有没有兴趣加入云惠那丫头的白虎族啊 夜尘惊讶道 加入白虎族 一族不是从来没有让外人加入过的吗 白丽寒笑道 话是这么说 不过也不是绝对的 只要真灵血脉达到一定浓度 即使不是我们一族之人也可以加入的 比如和我们一族中的族人结婚 就是一个好办法 结婚 夜尘有些尴尬的笑道 这个先不说 前辈为何要让晚辈加入一族呢 白丽寒目光中突然现出回忆之色道 你知道 灵血试炼这一一族中的传统 最初举办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吗 夜尘摇了摇头 等白丽寒继续说下去 很久以前有一个传说 一族今后会面临极大的劫难 称为百寿末日 而灵血试炼的存在 则是为了选拔对抗末日的天才 在传说中 只有一名通过了七彩灵魄试炼的终极天才 带领起通过了赤阶试炼的一族天才 共同对抗这末日劫难 才能拯救我一族于危难之中啊 夜尘微微动容 原来这灵血试炼竟然是为此而准备的 而且自己还是那传说中能拯救一族之人 他突然想到的灵魂一族 似乎灵魂一族也说过类似的话 难道之后灵魂大陆真有大事要发生 自己要号令妖兽和一族 这大事又是什么呢 血魂族 看着夜尘目光闪动 白烈涵笑道 我这次来只是告诉你此事而已 你不用急着答复我 接下来你既然是玄岳宗弟子 应该还要参加生龙大笔吧 那就三年后再给我答复吧 白烈涵说完便转身离开 一边说道 若是你愿意加入我一族 不仅是玄岳宗 我一族也会轻力培养你的 即使是精血 我们也能为你提供不少的 除此之外 我还会有一件礼物送给你 千万别忘了来找我呀 夜尘文言不禁露出心动之色 他要将神魔轮回觉修炼圆满 就需要不少精血 在这灵魂大陆之上 恐怕也只有在这一族之中 能够凑齐了 当即道 晚辈知道了 三年后必定来与白千辈相见 白烈涵没走几步 又停了下来 继续道 其实还有第二件事 想问问你 那百兽图的下落 你可知道 夜尘摇摇头 不知道 反正是血龙带走的 和他无关 好吧 白烈涵眼神黯淡了几分 还是离开了 等白烈涵走后 夜尘便和池云慧道别 返回了玄岳宗 一到玄岳宗 他没有直接回到洞府 而是又去了一趟玄岳宗的万宝阁 兑换了一部分的羹筋 几乎就要把整个玄岳宗积累下来的羹筋拿光了 毕竟他也不知道自己将白虎灵血全部炼化后能吸纳多少的 而后他便返回了洞府 一进入到洞府 他就发现 李懿的气息似乎变得有些古怪起来 但是看样子好像对他并没有什么坏处 他不禁想起了玄兽灵神的话 玄兽灵神曾说 李懿可能给自己一个惊喜的 不过现在玄兽灵神沉睡也没办法问他 他留下了一些丹药给李懿后 就回到了自己的时事之中 准备开始闭关 一年之约没有几天了 他必须尽快强大 尽快跨入河道境 这次闭关 他决定将得到的白虎灵血 几丝清给自己的灵血 麒麟灵血完全炼化 然后吸纳羹筋 直到自己无法继续吸收为止 然后再将身法 摆布竹垫 修炼到能够使用的程度 希望能在那件事之前 将一切做完 当即他深吸一口气 对着身前的玉瓶一点 一团浓郁的灵血飞出 瞬间幻化成一道白色弧影 向着洞府外飞去 叶晨目光一闪 并起剑指 冲着那团灵血 逍遥一点 一道金光瞬间射出 冻穿了那道血色虚影 那胡影发出一声哀嚎 便被叶晨缓缓地 吞入了体内 当炼化灵血之后 叶晨又取出了紫荆神髓 此物是海族深海之宝 很难炼化 但是叶晨觉得 现在可以试着炼化一步稳 说不定能让自己突破 时间一点一滴流逝 一个星期后 叶晨的洞府之中 突然发出一声震撼九天的长笑 一道光芒冲天而起 飞到了整个飞凤山的上空 天空中出现了一个 漏斗形的灵气漩涡 滚滚的天地灵气汇聚在一起 向着那道人影浇灌而去